进圈了啊,发现有一对人落单了 我左边呢出现了车标啊,不能再开了 赶紧就进停车,因为在房区呢更容易一打多 好,听脚步 楼上呢至少有两个 有X前了啊,而且呢还有踩屋檐的声音 脚步呢在我的正前方,我重放一下 你们仔细听 当时我猜的是有人从楼顶翻下来 正好落在了我正前方的屋檐上 并且另外一个人呢还在楼顶啊 所以呢咱们不急着冲 好,楼上的人呢也翻了 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呢,很有可能被这两面的包夹 所以先上楼 果然啊,这里有人 没打掉啊,先拉安全的位置呢换弹 现在呢咱们状态还行 楼上呢也没威胁了啊 可以先来一楼卡楼梯 这对人呢明显会玩啊 知道我在卡楼梯 所以也不冲 这时候呢得稳住 静观其变 好,右侧有人捏雷 他们是知道我在哪里的啊 所以这个人呢肯定是往我脸上丢的啊 赶紧转移 你们看啊,雷空了 右侧有脚步啊 这里一个,这里一个 这边呢明显有个失误啊 刚才这个人的动作呢明显已经在预秒我了啊 我不应该对枪的啊 我就露了一下啊 立马残了 赶紧撤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啊 我走的时候呢顺手把这道门关了 那之后呢 这道门就是我的监视器 只要门一开 就代表呢有人要冲了 门开了啊 他们来了 我现在呢要是枪枪往下跳呢 必然会被打下来 待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肯定也是等死啊 所以呢我得上屋顶 竟然打过了 兄弟们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人菜哦 其实他是个高手 但这里呢偏偏发生了一个误会 我也是复盘之后才发现的 你们看 当时他上来的时候呢 我正好翻到了楼顶 然后这个爬楼顶的声音呢 正好跟厉害的声音是一毛一样的啊 你们听 所以这个人呢误以为我翻下去了啊 你们看 他冲出来枪口预秒的位置 完全是对着围墙外的啊 压根就没想过我还在上面啊 于是呢我就利用了这次机会反打了 然后蹲射是可以降低子弹散射的 所以我才能瞬间把它秒了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让我和大家呢都学到了一个技巧啊 咱们继续 这时候呢他们队友上楼了 现在必须要往下跳了 不要犹豫啊 直接打药 听 楼顶两个啊 一个在瞎跑 一个在右边角落 捏个顺暴雷试试 好翻出来了 这时候呢不要炼雷啊 直接取消 这种就是白给啊 一定要把握住 有人从这边拉过来了 咱们可以在厕所卡一步视野 还剩一个啊 他现在呢没有掩体啊 直接拉过来打就行 Bingo 完成灭对 拜拜 隔 expectation 一个 rons 千万 说 уг